大家好,我是張哲聖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一個 任天堂紅白機一款射擊遊戲 打鴨子 應該很多人有玩過 這個要用光線槍玩的 這個打鴨子遊戲裡面 有一個當年其實在原版卡帶的說明書上 就有提到的一個操作說明 但是因為我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是玩那個原版卡帶 或者是你真的有原版卡帶 你可能也不會去看那個說明書 上面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控制的選項 那我相信大家看了我今天拍了這個影片之後 一定會跟我今天知道這個消息 有一樣的反應說 我居然過了三、四十年後 我才知道這個消息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遊戲 這個也不是原版的 這個是四合一的射擊卡帶 我們把它插進紅白機裡面 然後打開 第一款是 這個 荒野大標課 不是 這個 不是這一個 這一個 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 打鴨子 打鴨子遊戲 好 那 一般我們玩這個遊戲 會用到的 應該就是只有第一個人的這個Player 1的控制器 手把 然後 以及 打鴨子啊 一定要用的光線槍齁 那你現在如果沒有這個 這個CRT 印象管的電視的話 你用這個光線槍也沒有用齁 現在的那個液晶電視是 沒有辦法去感應到 因為它不是那個 那個 離 離子 設在這個 印象管上面 不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進到遊戲裡面來 欸 一般我們玩都會這樣玩嘛 都會 打這個鴨子 來 看看 欸 打到了 那 這個大多數人都會知道 如果沒 如果沒打到的話呢 狗狗 有一個狗狗就會跑出來露出 這個 尖笑 像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呢 就是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鴨子是可以控制的喔 也就是說 當你在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旁邊可以有一個朋友來參與這個遊戲 那 他要怎麼參與呢 很簡單 他只要拿出 拿起這個第二個人的控制器呢 然後 當鴨子出來的時候 他可以按上下左右去控制鴨子的方向 有沒有很酷 好 我們等一下 下一隻鴨子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來按 我就來控制那個方向 有沒有有沒有 飛下來 飛上去 飛下來 飛上去 對 可是你在控制的機板 因為他最終還是會飛走 但是一開始呢 你就可以控制 有沒有 可以控制他的方向 又往下飛下來 又往左往右 所以 是不是 是不是很不很驚訝 跟我今天聽到這個消息 的時候 一樣的感覺呢 就是 居然呢 可以兩個人一起玩這個遊戲 然後第二個人呢 可以去利用 第二支控制器 來控制這個鴨子的 方向 然後 讓你射擊的人呢 抓不住 他飛行的軌跡 好 我今天喔 拍這個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今天聽到這個消息 就 忍不住要馬上拍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雖然可能你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你身旁也沒有機器可以玩這個 不過我現在就是要證明說 真的 可以 可以用這個第二支遙控器 第二個人的Player 2的遙控器 來控制這個鴨子的方向 好 今天這個 我覺得非常讓我非常驚訝的這個發現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關機